做饅頭 包裝饅頭 賣饅頭 只要做偏基礎工作 月薪可以有四萬兩千到四萬八千元 台北內湖開業二十五年老店 公告真人資訊已經過了半年 結果如何呢 都沒有人來應徵 可能我也不知道 這種傳統行業 傳統產業比較吃勞力的 可能比較少人會喜歡 如果近期還是沒有徵到人的話 有預計要再往上挑 老闆覺得很困惑 破五萬月薪還要擔心不夠多 類似狀況也發生在台灣 烤玉米店 鹽酥雞店和知名面線店 紅布條上寫只要搖面線 起薪五萬兩千元 依舊遲遲征不到員工 問題還發生在其他各行各業 教修媒合平台也調查 超過四成民眾都已經發生 年底找不到裝修師傅問題 近六成師傅則無奈回應 就是現在找不到人上班造舊 雖然台灣少子化出現缺工狀況 已經不是新話題 但爭不到人還是影響深遠 也讓業者人資們越來越看不懂 話題稍不停 現在學者出面說真的別再想太多 就是錢還不夠多 年輕人他對於這種所謂的 傳統的那種受僱的 受僱的這種工作形態 他已經不再喜歡了 他可能比較喜歡的是在平台裡面 自己接案子 或者在平台做外送 是經濟學的角度 什麼叫做合理的待遇 就是讓工去達到平衡的待遇 去滿足求職者的期待 專家談起問題背景 說是現金社會物價飛漲 買房不容易 大量年輕人 想法跟以前已經大不同 反正薪水高一些也沒用 不喜歡的工作乾脆不要做 除非待遇真的很夠 先別覺得荒謬 攤開近三年統計青年就業人數 數字持續倒退 2022年還比前一年少5.8萬人 這時很多行業還在缺工 民眾沒工作 企業缺員工 雙方談不攏 不願意再加薪真人 就得更積極留住在職 保藏員工 八大新聞的徐林博志 創報道 相對報酬不夠高 不開心就可以不要做 那麼這是學者眼中呢 線下年輕人的一些工作官 但是現在各行各業都面對了大缺工 於是交通部觀光署就在昨天呢 演你將要開放外籍移工的評估報告 送交了勞動部 初估呢目前需要聘用的是 3000名的外籍移工 勞動部長許明春也回應了 會開會討論他的可行性 是認真的 是嚴肅的 不過其他的行業呢 除了幫求職者加薪 還有沒有其他的偵才方式 學者也給了答案 其實中高齡或許是 再進入職場的時候 成為了火血之一 擔任房務清潔員的馬小姐忙翻天 同事疫情期間轉換跑道不再回歸 加上現在觀光復蘇 工作量變多 他得一人好多用 在各行各業缺工問題籠罩下 屢宿業可說是首先被海嘯淹沒 不過勞動部現在確定將開會討論 未來引進三千名移工 宇宿業主要的缺工是在鋪床清潔 所以宇宿業如果引進這些移工 我覺得可以解決部分問題 但是有個心理是你不能全部引進 中研院分析 雖然現在缺工嚴重 但開放移工 還是可能擠壓到國內勞工就業 因此能一定限度開放 確實能解決問題 未來還能應用在其他行業 學界則分析 企業假如無法適應 不斷加薪增員工 還有一種手法是轉向 找中高齡人員 成本會壓低 而目前不願意工作的年輕人 就得小心 年輕人應該把眼光放久一點 也許這個時間你可以拿去 禁修衝刺自己 或是做一些比較專業 有所謂的職業生涯的一些工作 未來的職場趨勢 可能會朝向M型化來發展 這些具有競爭力的精英 他們會變得更加搶手 受到更好的待遇 而其他不具備專業性的基層職位 則會加速被AI跟自動化給取代 由於時代快速改變 現今不願意上工 當未來環境再扭轉 想再投入工作 很可能已經落後 大缺工時代職場觀念全面變動 八大新聞 您去林博志綜合報導 明星大方是近在一小時 趕快訂閱我們八大明星新聞的 YouTube頻道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